今天咱们来看的是一套富士住宅独踢独妇的一个设计 那从电梯间出来的这一块区域全部都是您家的一个路户花园了 平时咱们可以在这里摆放一个鞋柜 整体面积是121个平方做到了晒下亮成蓝背双阳台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首先进来右手边它是做好了一年拍的一个鞋柜 而左手边这边是做了一个房间的 是一个书房 平时您可以在这里办公或者是在这里商业合作也是非常OK的 后面是有一个超大的一个落地窗 平时也是可以欣赏到小区的一个风景 再看过来就是您家的一个客厅的位置了 然后中间是上下楼梯道 右边就是您家的一个餐厅跟厨房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现在先从您家的厨房开始看 整体厨房的设计还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右边这个位置到时候可以摆放一个冰箱 那洗菜切菜跟咱们做菜的一个区域化风也是非常的流畅 出来之后就来到了您家的一个赤阳台 平时咱们可以在这里晾晒衣物 摆翻一个饿水器 然后出来之后就是您家的一个餐厅了 咱们餐客厅的话同时开窗是可以做到南北通透的 整体的一个通通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咱们小区的一个园林景观 平时家里面来客人之后不单单只是可以在客厅 那咱们也是可以出来阳台观赏一下外围的一个风景 那这套房子它是作为一个商代同堂的一个护寻器设计的 咱们一楼这边设计的是一个长辈房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咱们楼上的一个身空间了 那我们就先从长辈房开始看 这个长辈房它是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飘穿的一个设计 整体的一个空间度也是非常的大 这个位置是可以摆翻衣柜的 然后长辈房出来之后 这边是有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 那长辈住在这个房间出门有洗手间也是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下二楼的一个空间 二楼一共是做了三个房间一个卫生间 那我们先看一下宁家的一个主卧 这个主卧的空间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全景的一个玻璃墓墙 然后这边是有衣帽间洗手间 那我们稍后一一去看 主卧的设计玻璃全部都是采用这种磨刷式的 咱们的影师是得到了最大的一个保障 那同时它的采光跟它的通风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宁家的一个衣帽间 那这个衣帽间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隐藏式的一个洗手间 那同样是做到了一个敏味的一个设计 那整个主卧的一个空间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从主卧出来之后 咱们先看一下左手边这个房间 那左手边这个房间可以作为宁家的一个男孩房去使用 这个房间这边有写字台以及咱们的床 然后这一块全部做了一个大飘窗 可以欣赏到外围的一个风景 然后中间呢是做了一个干湿风里的一个洗手间 那平时呢咱们左右两边的房间 那去洗手间也是特别的方便 这个房间呢可以作为宁家的一个公主房去使用 平时呢咱们可以坐在这里看看外围的一个风景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左边呢这边有一个上下隔城市的一个衣柜 中间呢不有一个写字台 那整体二楼的一个空间呢布局还是非常和谐的